晚上吃什么呀 我快饿死了 清蒸鱼 你行不行啊 我看以前以南哥做的时候 都不会放这葫芦 那是不是 我现在叫他过来给你演示一下 你疯了吧 我好不容易打消以南哥的怀疑 要真让他发现我就完了 你到底有多喜欢秦以南 还是你心里觉得和我住一块 还是那么让你无法接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只是 遵守合同约定 对 你清蒸鱼放这么多醋干嘛 谁说我做清蒸鱼了 我做的是西湖醋鱼 你到底有多喜欢秦以南 还是你心里觉得和我住一块了 还是那么让你无法接受 这么简单的问题我怎么能答不出来呢 我不会是喜欢 走吧 那你看够了没有 好好记住我刚才说的话 一言为定 你狠出我 谢谢松总 松总 你们家的按摩衣可太舒服了 松总 真替圆圆感到可惜 她是没福气想说这些了 你出差的时候 公司是不是很闲啊 要不然你那个小助理 怎么有时间去相亲 怕竟不着有些不靠谱的事 你怎么突然关心起这个了 我 我是替你这个发工资的老板关心 作为总助 在工作上 专注度很重要 你 你就不怕她 恋爱闹跟你撂挑的 真的吗 我让你以为呢 我还以为 是你自己担心我小助理的终身大事 再见 自己买单 你把单买了呀 不吃 我自己吃 对了 松松 你突然改地方 改到你家来 我们什么也没准备 咱们吃什么 对啊 那咱们吃什么呀 放心 安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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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行行行行 我去看门 好 你吃那个吧 嫩嫩 快进来 来 来 你看这些东西够吗 你说没几个人 我就随便买了一些 你办事我放心 没事我来吧 走 走 走 来了来了 给你们介绍一个大人物 你是唐暖对吧 我看过你节目 自从小宋总走了以后啊 央视一个就是你接手了 对不对 对啊 你怎么不继续主持了呀 这节目都停播好几期了 对啊 你们都不看新闻的呀 来 我给你们正式介绍一下 唐暖 现在是今日计时的制作人和主持人 也是我最好的闺蜜 嗯 今天这些吃的呢 可都是他买的 你们以后一定要多关注他节目 知道了吗 别闹 放心放心 小宋总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必须支持你 必须的 这就对了 今天就只是你们部门的聚会吗 对啊 完成的项目啊他们都辛苦了 所以我答应让他们 好好地放松一下 那行 那我们把东西收拾吧 您收拾吧 你拿这个 我先过去 终于来了